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你穿的衣服,往往决定了你的命运,并非迷信,别不当回事。 人们常说,人靠衣装,因为衣着外表是别人对我们的第一印象,只有外貌给人留下较好的印象,才能有继续深入交流的意愿。 因此,衣着对一个人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,甚至有人觉得,衣服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走向,这并非迷信,而是真实存在的普遍现象,越过分奢侈,越走下坡路,当今世界,物质生活丰富。 奢侈品层出不穷,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地位与财富,然而,有些人仍然不能摆脱虚荣的心理,反而将服务于人的物品变成支配自己生活的目标,过度追求拥有奢侈品的数量,导致与自己真实的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远。 曾在电视剧中看到这样的桥段,一些年轻人在一起吃饭,主人公对同事们宁可吃一个月泡面,也要买名牌包包的生活状态十分不解。 然而,当这位同事将包包买回来以后,却不舍得用,宝贝的像得到了船市珍宝一般。 别人也很羡慕,自己也很高兴,结果好景不长,单位来了新同事,两个人就开始了奢侈品的较量。 很快,这位同事由于家底不厚,成为富翁,透支了信用卡,甚至走向网贷的道路,最终被人追债追到公司,他无力还债,也丢掉了工作。 奢侈品的昂贵价格总是让普通人望而却步,那不是物品价值本身足够珍惜,而是品牌赋予了这些物品过高的价值。 很多人被广告迷惑,认为只有奢侈品才能彰显自己的价值与品味。 这在商品时代非常常见,但并不意味着这其中没有任何问题。 当然,无论追求怎样的生活都是个人的选择,但这选择一旦超现,就会影响正常的生活。 反而将自己置于危机之中,物质的欲望根本没有底,只会越陷越深,而唯有真正的内在气质,才是一个人穷其一生积累的财富。 这种气质无需包装,更不能用金钱衡量,使货真价实的无价之宝,君子物本,本利而道生,只有力主根本,才能看清道的方向,越过分暴露,越不堪一击。 有些人喜欢穿着暴露,美其名曰是彰显穿衣自由,不畏惧别人的目光,但这其中的大多数人恰恰是为了博眼球而如此穿着。 他们表面上张扬个性,实则自卑敏感,需要别人投来关注的目光,浮夸暴露的衣服,会给人轻浮的感觉,不正经就不合交,否则就是同流合污,不稳重就不合信,否则就是狼狈为奸,很多人都相信尽诸者赤,才会想要远离这样的人,更不要说有继续接触。 观情未在的意愿,要知道,过分暴露的衣着,绝不是时尚和潮流,而是反击到吸引他人目光的方式,别人投来的眼光,没有欣赏,而是窥视,没有赞许,而是轻蔑,甚至有些人还会因为他们受到伤害,而认为他们咎由自取。 当然,受害者有罪论的态度并不可取,但有时候犯罪分子就是会以此为借口,不断侵犯他人,因此,保守一些的穿衣方式,也只是让自己避免被人伤害,在伤害的保护措施而已。 其实,奇装一服,就算能够吸引别人的目光,也只是暂时性玩味的赏玩,不是长久尊重的欣赏,保持举手投足剑的优雅与得体,才会让自己收获他人的信任与尊重。 生活中,我们常常会看到,成功人士全身没有什么奢侈品,衣着简单大方。 这是因为,他们的自信不停留在外界,而在自己的内心。 他们更重视自己的修养和素质的提升,而不过分在意外在的衣着是否鲜亮,他们让自己始终保持这份清醒,才会专心投入在自己向往的事业中,一直蒸蒸日上,衣服不同,意义不同。 在以前物质匮乏的年代,人们对衣服的要求就是,衣能避体即可,随着时代的发展,生活水平的提高,人们对衣服的追求也逐渐提高。 在如今这个社会,衣服的作用不仅仅是遮羞和保暖,还是身份和品位的象征,也就是说,你穿什么衣服,就代表什么身份,就会有什么样的际遇,就会开启怎么样的人生,就好比,学生在上学期间,应该穿戴校服。 佩戴学生证件,遵守学校的相关规定,执法人员在履行执法职务时,应该规范穿戴制服,佩戴标志,严肃仪表和执法风纪,不同的衣服,有不同的职责和意义,承载着不同的任务和责任。 所以,人们在不同的场合,会穿着不同的衣服,以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,完成自己的任务。 比如说,见顾客时,务必要穿着正式,给人留下严谨专业的印象,以更好地进行后续的谈判和签约。 比如说,参加酒会时,最好是穿着礼服,这样才和酒会的氛围相配,才能平等地与人交流,发展自己的人脉关系。 如果一个人不分场合,穿着过于另类,就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,从而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和事业发展。 所以,千万不要小看穿着打扮的作用,在不同的场合穿戴合适的衣服,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和重视,更是自己向上向好发展的铺路时,穿着精致,人生精彩。 常言道,人考衣装,马考安,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穿着装饰对人,对马的精神风貌和仪表之美,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 不管是生活,还是电视剧中,我们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情景。 当一个穿着廉价,面色憔悴的人,走进一些奢侈品店,销售人员往往会不屑一顾,甚至会把他当作穷要饭的轰出去。 在这个以貌取人的社会,很多高档场所,重要宴会,都是有明确着装要求的。 如果不是正装穿戴,精致打扮,会被直接拒之门外,连入场的机会都没有。 虽然有些残酷,但这就是现实,你穿着精致,举止优雅,在别人眼里,你就是值得被尊重的,就会热心相戴,相反。 你一副破烂不堪,行为粗俗鲁莽,在别人眼里,你就是令人鄙夷的,就会避而远之。 说实话,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人人都很忙,没人有时间,也没有人有耐心,去透过一个人庸俗的外在,了解他内在的真善美。 现实往往是,如果不能通过外表,第一时间博得别人的重视和尊重,就会失去展现自己更好发展的机会。 所以,从现在开始,把自己的外在形象收拾得精致大方,给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和机会,从而创造更加精彩美好的未来,穿着邋遢,生活困苦。 一个人的外在形象,不仅是精神状态的体现,更是一种生活状况的表现。 如果一个人对外在形象很重视,有品位,有追求,那就说明,他的生活状态是轻松,富足的。 实际上,如果一个人生活困苦,连温饱都无法解决,哪里还有多余的金钱和心思,去研究穿着打扮呢? 所以,在人们的潜意识里,自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。 一个人穿戴整齐,打扮精致,精神状态就是积极向上的,生活状态也是顺遂如意的。 反之,一个人穿着邋遢,蓬头垢面,精神状态往往就是消极颓废的。 生活状态多半也是艰难困窘的。 就比如,前段时间,演员胡柯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近照,照片里,他胡子拉叉,憔悴不堪,和以往清爽如雅的形象大相径庭。 这引得网友议论纷纷,觉得胡柯精神状态不好,加上他之前表示有退圈的想法,更让网友坚定了他在事业和生活上的压力和困境。 说到底,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和精神状态,生活状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如果想要生活越来越好,那就好好收拾自己,别让自己拉里拉他,消极颓废下去了。 英国作家瑟缪尔·约翰逊这样说,当你想得到别人的尊重,而又没有其他好的办法时, 漂亮的衣服就派上了用场,不管怎么样,一个人都应该重视自己的穿着和打扮,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,更是影响自身命运的重要因素。 别不当回事,穿着黑白灰衣服往往比较低调,如今衣服的颜色五花八门,绚丽多彩,各种类型的穿搭层出不穷,使人眼花缭乱。 但仍有一些人坚持穿着黑白灰的衣服,保持着万年不变的风格,他们并非不会打扮,只是更喜欢低调沉稳的穿搭,观察会发现,这类风格往往会出现在成功人士身上,他们不惜张扬,把时间用来提升自己,他们足够专一,拥有着足以被时代所检验的能力,流行不断更迭,但黑白灰的经典配色永远不会被替代。 当你选择了这种衣服时,说明你本身较为低调,且具有长远的眼光,不会被世俗所扰,相信多年之后,你的穿衣风格仍然如此,人生稳步进行,将会离目标越来越近。 穿旧衣服的人,喜欢练旧,无论是喜欢穿黑白灰的经典配色,还是敢于尝试各种类型的衣服,都说明人生在不断前进着,我们始终在为更好的自己服务, 但还有一类人不是如此,他们很少买衣服,更不会换衣服,衣柜里永远都是旧式的衣服,仿佛看到他们,便觉得心安,一定程度的练旧,说明了人们的专衣,但总是不肯迈出新的衣服。 这说明我们固步自封,永远活在过去的痛苦之中,就衣服再好,也有坏掉的那一天,且当今时代里,舒适漂亮的衣服越来越多,如果不去尝试,就错过了另一种人生。 不论过去是好是坏,都已经匆匆而逝,我们也应该展望着精彩的以后,生命在不断更迭着,努力向前走的人,会看到更好的自己,和更圆满的人生。 希望我们也能抛弃旧物,抛弃痛苦的回忆,努力迈向新生活,人生很美,我们都应该向前奔跑,每个人的眼光十分固定,所选择的衣服就代表了自身的认知,同时决定了以后的命运,无论你是哪一种命运,都希望我们能够不断努力,去拥抱更精彩的生活,只要未来不留遗憾,活着就值得了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